对于女人什么最致命 那就是身高还不到两米 体重竟然已过百 这如同世界末日般严峻的问题 让老妈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家里不准有甜食 这消息对于俩吃货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为了保住自己圆润的身材 蓝胖子拿出了锦纸标识 大胸麻溜的拿来笔 蓝胖子写上锦纸做的事情甜食 然后插在地上 就大功告成了 这时老妈仪式感十足 要跟甜点做个了结 可送到嘴边的口粮 就是塞不进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莫过于此 道具效果如此强悍 老妈一定能受身成功 可大雄只关心 道具能为自己做点啥 大雄的不上进再次惹怒老妈 大雄以迅雷不及掩耳道灵之势 在老妈杀到前 插好了标识 老妈刚准备说教一小时 就突然虎去一阵 硬生生把话憋回了肚子里 转身走了 果然啥道具到大雄手里 都能被他玩出花 一个学生不注重学业 成天就想睡觉 可来来回回几个回合 大雄竟然失眠了 大雄觉得一定是有人想害朕 原来是蓝胖子 插了不许睡觉的标识 标识只有老虎钱才能拔出 但在大雄完成作业前 休想拔出 大雄只能被迫学习 蓝胖子拿出高档铜锣烧 可就算帮嘴张大到可以吃孩子 也塞不下铜锣烧 原来是大雄背后搞鬼 为了自己的快乐 两人赶紧跑去庭院里找老虎钱 这时 竟想来电话了 要跟大雄过二人世界 眼看母胎solo要结束 大雄却突然失声了 是谁残忍阻止小学生的爱情 没想到竟然是蓝胖子 大雄一时气血攻心 连媳妇都不管了 可蓝胖子腿短逃得却挺快 大雄可是个记仇的 破坏了我的爱情 我就吃掉你的点心 蓝胖子挤着笨重的身体 就要往屋里冲 可却进不去 竟然大雄无情冷酷无理取闹 蓝胖子决定放大招 厕所禁止叙叙 大雄都快憋爆了 想要竹蜻蜓 楼梯却不让上 蓝胖子还摆鬼脸气大雄 再怎么说也不能尿裤子 大雄只能去公厕一泻千里 回去的路上 照碰上小夫炫富 高端的模型车 也只有财大气速的小夫 才配拥有 大雄可不会让小夫好过 掏出标识就开血 小夫上一秒还在吹嘘收藏不易 下一秒就大变脸 要当个散财童子 在送与不送之间疯狂转换 大雄自称活雷锋 帮小夫戒掉收藏 你就说这么好的朋友去哪找 大雄还在想接下来怎么恶搞 蓝胖子已经杀到 就要回收标识 大雄可不会轻易放弃 插上紧止通行标识 但蓝胖子手握老虎钱 插一个拔一个 蓝胖子刚要开启说教模式 可却发现被大雄插上了紧颜标识 当蓝胖子的啰嗦 进化到跟老妈一个级别时 大雄决定放大招 插上标识的瞬间 两人都不能动了 仅止动弹的标识 竟然把大雄也给一起封印了 两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 或许会维持一生 就连靠近的鸟儿 也会一起被钉住 这样连营救都没戏了 明明老虎钱就在手中 手却动不了 这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大雄后悔起自己的任性 蓝胖子后悔起自己的磕磕 如果可以复原 首先要跟对方道歉 两人的想法感动了上天 随着雨水失掉了自己 两人终于可以动了 两人互相为自己的过错认了错 可回到家 发现老爸老妈 还被家里的标识封印着呢 那么老爸老妈 都被什么标识 禁止动作了呢 大雄撕掉了老妈的商品券 老妈就赏了大雄千元 竟将拆了四栋楼 拍拍屁股跑路了 是我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吗 大雄面目猙獰 先是看漫画不爽 还有打起了椅子的主意 蓝胖子都懵了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选来选去 终于还是对虚花枕头出手了 这因大雄心情不够happy 喝着陈年的老叫 开着自己的玩笑 拦住大雄的 不是小夫家的大门 而是贫富上的差距 大雄想砸东西解气 看漫画是宝贝 椅子又太重 只能委屈虚花枕头了 但蓝胖子不是怂货 举起百斤中的椅子 就当起了拆家小能手 椅子破刷而出 大雄整个人都惊呆了 老妈估计已在赶来的路上了 蓝胖子拿出愤怒沙漏 只要有了他 怕是袭来了都不怕 只要把沙漏放倒 椅子就会违背物理常识 让牛顿敲起棺材板 就算把蓝胖子暴力强拆 也可以原地复活 大雄想亲自上手 可刚才过于震惊 现在是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但不做妖具对不起道具 放好沙漏 就这一波自暴考了零分 齐了老妈完全不在乎 伸出反常必有妖 平时的老妈战斗力可是爆表 只要老妈白嫖了十万元商品券 这下大雄找到了老妈的软肋 一张 两张 大雄刺的那不是钱 而是老妈变身女帝的钥匙 蓝胖子都惊呆了 扶正沙漏 在老妈杀人前伸出了小元首 老妈都惊呆了 作为物商的补偿 伤给大雄亲缘大钞 大雄潇洒地走出几步 就了一学霸 本因为学霸会这个正常人 先让学霸用一套 生气时要努力克服困难的成长论 让一猫一人觉得自己不配为人 学霸走完媳妇来 一看静香的眉头 就知道她今天不开心 弹钢琴弹不住小弟琴的魔法攻击 让静香自暴自弃 当大雄地上沙漏 带静香来到空地 让她自由发挥 可静香毕竟是个妹子 心花不舍得踩 玻璃不舍得打 可区区一角 就踢出了面试的效果 现在砸中看板 接着撞倒钢筋 一阵地动山摇 就拆了四栋楼 大雄当时怕急了 赶紧扶正沙漏 再没赔得倾家当产 虽然说生气的女人不要惹 虽然静香觉得不够爽 但还是对大雄好感度加一 急起人出动 小夫又要炫富 区区一记弹簧拳 虽然怕无想占为机友 其料意外来临 别人的一拳 轻轻松松完成了一杀 老哥手拿电柜闪亮登场 虎夫都惊呆了 这么帅的高达 谁能忍住不上手 可不买就想碰 贵姐看了都得当场气晕 大雄恰巧路过 仅仅是旁观一扫 就看到了象征财富的高达 这谁能扛得住 可大叔看不起凶孩子 把私人气得插得重拳出击 既然大家难得意见相同 大雄决定当代表 放好沙漏 就要当最勇敢的小学生 拒续千斤重石 当着大叔的面 就是重拾出击 直接高达心脏 完成了反杀 大叔都惊呆了 这点手段根本不够解气 蓝胖子又用40米长的水泥管 直接把高达砸到零件报废 大叔气到一跳两米高 蓝胖子翻过沙漏 大雄却装起沙来 大叔回头一瞧 惊讶地不敢说一句话 虎肤的智商 显然也没看懂这波操作 大雄及时揭秘 可大叔还是你大叔 拿走了道具 但蓝胖子丝毫不在意 因为道具只能用四次 此生的大叔举起重锤 那么他要干什么呢 咋的了 咋的了 我记得日本没有洒水节这个习惯啊 可大雄走哪都带个桶 还到处洒水 小夫更是过分 直接给胖虎浇了一桶水 这么勇猛的小夫 能否活到全剧中呢 热太热了 对于以亲戒结家日出名的老妈来说 买空调那就是再浪费 所以夏天对大雄来说太难熬了 再看看人家静香 以学习为由 去图书馆蹭空调 可却在半路遇到一位大爷 原来这里曾经有好多萤火虫 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了 小伙伴们夏天是如何避暑的呢 大雄被热得小腿直登 蓝胖子只好拿出可甜可苦撒水套装 按下甜水按钮就开始唱了起来 冰冰冰淇淋快来 看的大雄以为蓝胖子脑子烧坏了 可下一秒 冰淇淋车就来到了大雄家门口 靠屋门的老妈竟然主动请起了冰淇淋 两个小家伙终于又活了过来 可智商不在线的大雄到现在也没明白道具的用法 其实用法很简单 只要按下甜水 然后边洒水边唱歌 就可以让东西靠近 按下苦水 就可以让东西离开 道具在手 大雄要从作业下手 要召唤来能做作业的人 可却召唤来了老师 正常孩子谁愿意在家里见老师 大雄立马按下苦水按钮 又是一顿灵魂吟唱 直接把走到门口的老师给唱走了 虽然手战失败 但大雄对这个道具更感兴趣了 立马吟唱起来想召唤媳妇 直接静香 穿着贤妻服饰就来了 原来大雄想跟静香玩鸳鸯戏水 厉害了 我的熊 胖虎那面 正在策划一场超恐怖事件 那就是盛夏演唱会 春夫二人 荣幸成了负责宣传的打工人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大雄三人看到 蓝胖子转头就开逃 但大雄却霍霍向胖虎 按下哭水按钮 对着胖虎就是一顿灵魂吟唱 胖虎的身体瞬间不受控制 开始后退 小镇众人逃过一劫 可万万没想到 到了泳池才发现 这里就像东北过年下饺子 全都是人 大雄立马就准备 送走这些太行路上的绊脚石 泳池是没人了 可大雄连蓝胖子和静香 一起给送走了 大雄来到空地 反而赛晓夫又在展示 家里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独角仙 可大雄却酸得很 不就是独角仙吗 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按下甜水按钮 又是一堆吟唱 整个天空瞬间暗淡 独角仙大军朝着空地飞来 给小伙伴们高兴坏了 这不就是白嫖吗 白嫖最多的 竟然还是小夫 三个小伙伴又来到了节日祭典 可天气这么热 谁不想在家吹空调当肥宅 善良的大雄决定做点什么 按下甜水开始吟唱 祭典瞬间变得超热闹 静香在人群中 看到了白天的那位爷爷 转人来到湖边 静香边洒水边唱歌 萤火虫一只接一只的出现 静香表面是在帮爷爷满足愿望 但其实是想跟大雄玩浪漫才对 小伙伴们有见过萤火虫吗 殊不知 胖虎二人早就盯上了这个道具 可胖虎的目的 竟然是要让他的演唱会 变得非常热闹 这个大胆的想法 让小夫都后悔 偷拿了道具 可胖虎毕竟是靠拳头说话的男人 小夫只能象征性的撒撒水了 显然小夫没注意到 重点是非常热闹的非常二字 只能大同一挥 将胖虎叫了个透心凉心肥羊 剩下的夜晚 胖虎还在准备战袍 却感觉仿佛地震了 原来是甜水洒了太多 整个日本的人 都要来听胖虎的演唱会 当然小夫也夹在其中 小伙伴们觉得 胖虎嗓子一开 能毁掉一个国家吗 大雄人都躺棺材里了 小夫还要强吻他 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 大雄以一己之力 对抗他和胖虎 棺材板一开 三个人竟然都变成了女装大佬 放学后 小伙伴们讨论着 出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情 这是个身处冤家对头的两人 偏偏看上了对方的悲剧 本准备为了私奔嗑药装死 到最后却演变成两人双双殉情 听完学霸的讲述 胖虎大雄嚎啕大哭 朱丽叶肯定非敬香莫属 小心眼的大雄 还以为学霸想演罗密欧 其实他只想当导演 剩下的人都有机会 可大雄偏偏要抽签决定 直接把机会送到了小夫手里 而胖虎则被指派为神父 只有大雄连人都当不了 只能当当树啊马啊 举一个牌子在旁边看着他们排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青香竟然感冒了 本来都打算原地解散了 可看着媳妇自责 大雄决定帮忙帮到底 然而他问遍了认识的妹子 没人乐意去凑人头 看到大雄烦得小腿乱灯 蓝胖子掏出了名作剧场相机 作为未来的拍戏神器 他可以让人变身成 各种名剧里的角色 蓝胖子首当其冲 只听咔嚓一声 佐罗闪亮登场 那么小伙伴们知道 这又是谁吗 总之不管谁用了他 都能演好朱丽叶 这个重任当然就落在了大雄身上 可他不想男扮女装 但蓝胖子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按下了快门 正当剩下的人 还在脑壳疼的时候 蓝胖子拉着朱丽叶大雄来了 他自称是大雄的亲戚 名叫雄子 这雄子和大雄 不能说是毫无关系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话又说回来 大雄呢 蓝胖子眼看要穿帮 赶紧把大雄拉到墙角变回去 这下雄子又没了 蓝胖子顾忌重施 大雄再次变成了朱丽叶 再折腾下去 大雄就顶不住了 蓝胖子只好编个理由糊弄过去 然后直接开始排练 谁知 这出经典的阳台场景 大雄的演技 还不如演大树呢 蓝胖子赶紧把他拉走 把相机模式调成了影帝后模式 原来小伙伴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这回 大雄浑身都是戏 简直能进军好莱坞了 看来明天的演出没问题了 除了大雄 因为他还要出演树和马 但蓝胖子表示 他会一直跟拍的 终于带着镜香的希望 开始了演出 胖舞骑着大雄马闪亮登场 蓝胖子拿着相机 偷偷躲在上面 等到朱丽叶的戏份 快门一按 就给雄子上场了 专业的演技 果然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朱丽叶和树的无缝专场 更是专业 偶尔还能平地摔 助手性 刚变回朱丽叶 胖舞又该骑马了 太忙了 太忙了 终于到了朱丽叶假死的情节 蓝胖子刚松口气 就被老鼠吓得扔飞了相机 躲在棺材里的大雄 从头到脚都变回了原样 而小伙还浑然不觉 眼看就要到接吻的那一刻 大雄慌忙盖上棺材板 看小峰死活打不开 胖舞也冲上去帮忙 蓝胖子终于调好了相机 棺材却突然翻了 这下三人都变成了朱丽叶 别说观众了 他们自己都惊呆了 蓝胖子还想抢救一下 却会被老鼠助攻 结果勿将自己变成了罗密欧 还光速进入角色 景象好不容易赶过来 却看到学霸也变成了金太郎 三女一男的戏份 不知会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大家觉得 蓝胖子的罗密欧 最终会选择哪位朱丽叶呢 欠债还钱 本是天经地义 大雄和小夫 同样是面对胖虎这样 用拳头说话的老赖 能不能报道蓝胖子的大腿 才是关键 大雄好声好气的 向胖虎讨要一个月前借走的书 却被胖虎反将一军 再加上助手为虐的小夫 大雄莫名其妙的 就成为了无限胖虎的恶人 原本屋主才是老子 此时大雄却成了下归道歉的孙子 鱼哭了谁知道 大雄哭了谁知道 能懂他悲伤的只有蓝胖子 大雄的书就由蓝胖子来守护 蓝胖子拿出了魔术箱套装 准备开展解救人质作战 只见他坐进箱子 把脚伸进了最下面的洞里 这只脚竟然从圆筒的一头伸了出来 而且蓝胖子可以让圆筒 像自己的脚一样行动 观察路况是靠上面的洞 中间的洞则是用来让手 从圆筒的另一头伸出来的 这不蓝胖子操纵着圆筒 轻而易举的拿走了老妈的眼镜 如何把眼镜神不知鬼不觉的还给老妈 则是大雄的练手题 好在大雄一点就通 让老妈又回到了清晰的世界 有了开门红 大雄直接想怕五家进发 要说他和静香还真是有缘 一只脚出门都能遇到 看见静香买了一堆烤红薯 大雄毫不客气的笑纳了 蓝胖子嘴上说着这样不好 可他也分了半个去吃 吃完红薯 大雄突然发现圆筒悬空了 伸出手去 摸到了一团毛肉绒的东西 原来圆筒被狗子当成玩具叼走了 狗主人更是把他当成了飞碟 大雄的视野随之天旋地转 本就头晕眼花的大雄 还被狗子舔了舔脚丫子 然后挨了一口 那滋味别提多酸爽了 要不是蓝胖子赶过去抢回了圆筒 大雄这条腿 今天就要交代在狗子的嘴里了 送佛送到西 蓝胖子一不做二不休 把圆筒带到了胖虎家门口 接下来就要靠大雄自己了 大雄当着胖虎妈的面 悄悄潜入了胖虎的房间 成功地找回了被胖虎借走的那本书 大雄向来不是个见好就说的人 更何况 之前胖虎小夫害得当孙子 现在他要告诉他们谁才是老子 说着 大雄对着胖虎的大屁股就是一脚 还顺走了他的包子 本想用球棍给胖虎来上一棍 胖虎脚下一滑 屁股惨遭来自地板的第二机 圆筒也被发现 智商不在线的胖虎没多想 直接给扔了出去 这时小夫也来到胖虎家 其实他也是个被胖虎借走了书的可怜人 何苦为难大雄呢 既然小夫不仁 就羞怪大雄不义了 他又偷偷进到胖虎房间里 找到小夫的那本书 趁小夫向胖虎讨要的时候 偷偷地塞进了他的手里 胖虎一看 小夫竟然拿着书还要他还 二话不说 把小夫连人带书打出了家门 胖虎和小夫都教训过了 蓝胖子劝大雄赶紧收手 可大雄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 哪能听得进去 正巧胖虎的暴力行为 被老妈抓了个现行 正在挨讯呢 大雄偷偷地给他挠痒痒 胖虎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把老妈给气坏了 不由分说的就是一顿抄 这下大雄可是过足了老瘾 正准备走人 源头却被胖虎拿了起来 被教训了就要解压 一个想法随即而生 于是大雄眼睁睁地看着 源头被胖虎当成了麦克风套 特克兰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 胖虎的杀人魔音 并在两人耳边 零距离炸响 堪比核弹的音浪 把他俩掀得人羊猫翻 如果用一句话 形容胖虎歌声的恐怖 小伙伴们会如何形容呢